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星 阿星现在在贵州的贵阳市 来到贵阳这两天 我发现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贵阳人非常爱吃火锅 到底有多爱吃呢 我数了一下火锅的种类 有很多很多 具体我也数不全 大概就是什么豆米火锅 豆豉火锅 羊鞭火锅 牛鞭火锅 酸菜火锅 还有什么麻辣烫串串 今天咱吃的这个 听名字就非常有食欲 叫做清水烫 开玩笑 清水烫一听就没啥味 这个名字非常的吸引我 我就想尝一尝 这个清水烫到底是不是用清水烫的 具体是个啥滋味 走 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千万不要乱轻车 正说着城管就来了 咱接着说 说到哪了 清水烫 清水烫非常吸引我 这家店我来之前也做好了攻略 说是非常的难找 我在这转了两圈也没有找到地方 刚才问了一下隔壁阿姨 说是顺着这条路下去就有了 这条路叫做八哥沿路 这个名字叫做代季清水烫 据说贵阳人是夏天清水烫 冬天烫清水 有多爱吃这个美食呢 咱尝尝啥味 走着 又是一个分叉路 这绕了半天 也不知道是在哪 你好 小朋友 这有一个吃火锅的那种浅浅烫的在哪 清水烫 在这里做 在这里做 嗯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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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你们吃过没有 没有 太难找了 诶 这是谁的表 光看这个时间 在这兜了20分钟才找见这个地方 趋利拐弯的 走 就这家一个小小的民房 来 两个人 这一天要卖这么多串串 然后是串串 酥菜是好串 这还有蔬菜 我拿去 各种各样的蔬菜 感觉这里就像一个小型菜市场一样 小型菜市场 他从很多人的邀请 做大小的菜市场 就像江湖一样 那时 跟别人想学校 那时 干什么 每个小的菜市场 都会找到 他跟住人 如何 对 健康 好 我听说这些盆是不是马上就要开盆了 对 马上吃 以后想品尝你这个味道还去哪里 可以重新找到地方 肯定要做 肯定 这个清水烫就是贵阳的特色 对 产地就在贵阳 麻辣烫是四川 清水烫的 别看这么趋利拐弯的一个小巷子 这里头除了好吃的清水烫进去以后 还有一个羊角粉 往里拐 还有一个烤肉 这么小的巷子也是一个美食小巷 你们自己去 美食 好看 你们自己把它叫做金水烫 这叫鱼饭 还有鲸鱼饭 这三家 这三家刚刚是叫做金水烫 清水烫 这里 骨头汤 特别香 一股猪骨的香味 盐菜肉是招牌菜 还有酥肉一定要点酥肉 因为刚才我看是现炸的 还有凉拌鸡血有吧 凉拌鸡血 对 据说凉拌鸡血是一个重口味的小吃 贵阳的特色 生血 从来没吃过 生血 我是不敢吃 但是给大家见识一下 给我也见识一下 顺便尝尝啥味 生的 没问题吧 不会拉筑子 是不是 不会 这个在这里吃的没有人拉过 但是 如果你没有吃过我不敢 不敢保证 因为你们的 从来没吃过这个东西 因为我们这般人都喜欢吃饭 都喜欢吃饭 因为他们的事情 常外好的人 可以有很多好夹的 没事 我有金卡 锅底是16块钱 串串是五角一串 蔬菜是美味 5块钱 你随便吃 就这么多 我看我也吃不完 一大框的蔬菜 这个锅底涮蔬菜要比肉好吃 锅底为啥香呢 上面有一层厚厚的油脂 油脂粘到蔬菜上 想着都香 然后锅底上全是骨头的渣子 还有肉渣子 把骨头全熬碎了 吃之前第一件事情 先调这个蘸料 千万不能业余 我刚才拿了个小碗 老板娘说 你要拿碟子 那个小碗是吃米饭的 咱看一下 1 2 3 这个是折耳根的湿料 里头有非常多的折耳根 还有辣椒和酸萝卜 这个料在贵阳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得到 先来一勺的湿料 再来一点干料 这个干料也是非常的香 这里头是甜面酱 吃这个蘸料 头一回吃甜面酱 三合一 咱尝尝啥味 这些肉是猪里鸡 刚才老板娘说 这是他们家的特色 煮起来非常好吃 夏天吃清水汤 一定要配上一个绿豆汤 熬得很碎 绿豆都成了渣子了 还有一些冰 很清爽 我最好奇的生半鸡血 上面是一些香菜 葱花 还有豆粒 咱先给它拌一下 底下有很多辣椒 哇 这真的是生的鸡血 我的妈呀 看 哎哟 像高档的 真的有点腥 其他地方很少能吃得到了 有一些小店或者是 比较高档的大酒店才能够吃得到 当地人把她是非常爱 外地人看见她都屁而远之 感觉很恐怖 想和贵阳人交朋友呢 你也敢把这碗生半鸡血吃完 他就会当你是一辈子的好哥们 我是吃不完的 咱就尝一口吧 尝尝啥不得 来都来了 点都点了 虽然很恐怖 但是颜色看着还不错 绿绿的 红红的 还有一些花椒粉 不过我真的是不敢吃 这比植尔根还要害怕 观众朋友们 算了 不扯这么多 我真的要吃了 递到我手上的这个血 老实讲就是一股酸味 香菜味 吃不到血的味道 感觉像活动一样 但是真要吃下去 你一定要克服你的心理障碍 有没有看到我感觉我脸都黄了 这个感觉 算了 咱就吃这么点吧 我是真怕窜息 你觉得这个生半鸡血很恐怖吗 我跟你讲 来到贵州这里不光是这个 还有凯里猪小弟 羊鳖牛鳖火锅 安顺寡淡 炒酒香虫 一个比个恐怖 一个比个重口味 来到这品尝美食 你要够胆 赶紧喝两口绿豆水 尝一尝 这个一看就很美味的 盐菜肉 我看每桌都会点 这就是梅菜扣肉 肥瘦香煎 但是底下是盐菜 把这个盐菜够味 刚才我去他后厨看到 这个盐菜也是自己做的 很棒 来一块肥瘦香煎的 香 这个虽然很香 但是通口吃就浪费了 咱会盖米饭吃 吃清水汤锅开了 咱先喝点汤 这个时候喝高汤才是最原味的 的确很鲜 这可不是未经勾兑的汤 这里全都是骨头 腥味很少 全都是骨头的浓香味 这个酥肉和川鱼火锅里的小酥肉不一样 它是炸在这样一块一块的 肥瘦香煎的五花肉 蘸一点辣椒粉 很脆 油脂的香味 不满你整个口腔 这么吃还有点腻 咱一会下的锅里煮 在贵阳吃火锅有一句话 锅底不够蘸水来凑 你看这个蘸水 看上去就很重的口味 在贵阳各种各样的蘸水 都离不开这个食料还有干料 搭配到一起的味道很绝妙 如果你不会调 你可以让店家给你拿那种调好的 或者是 你眼睛一斜 看一看隔壁的猪肉是怎么调的 你跟它学就行了 我调的这个也是按照我的 1比1 锅里的芊芊都煮好了 直接进料盘 一股很重的折耳根的味道 味道真的很重 和看上去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甜面酱我是吃不习惯 因为吃过那么多口味 从来没有说是 蘸这个甜面酱 这个干碟 还有这个湿碟 搅泡的一会儿非常香 告诉大家一个喜讯 这两天我练的能吃折耳根了 但是也不是说上来啪啪啪就吃很多 基本上像这个程度 也可以吃到折耳根这种清香味的 看来不管吃啥东西 你要多吃练几回就可以了 香啊 清水烫清水烫 其实主要吃的是蔬菜 烫菜它的味道会更棒 香菜好吃是吧 香菜没得 这个好吃 我拿一个 这个好吃 这个是吧 这个 这个是啥同号 不是 这个是 那个西西欧丽菜 啥菜 西西欧丽菜 我知道这个菜 来一点 走吧 这个菜阿星是叫苦菊 不知道你们那怎么叫 西西欧丽菜 先尝一下这个 油麦菜 能尝到锅底很浓的这种 骨汤的味 你看这个蔬菜提起来的时候 能沾到一些油 所以说非常的香 吃了很多辣椒 吃这个苦菊可以败火 尝一下这个肉串 刚煮好的 吹了半天牛 说烫菜有多好吃有多好吃 还是肉香 肉质非常的嫩 然后能突出辣椒的麻味香味 把酥肉全部都下进去 酥肉煮泡了以后 配米饭也特别好吃 盐菜肉盖饭 你说这能不香吗 这里有点钱 来到贵州这个无辣不欢的城市 今天要吃了一个清水烫 真是太有意思了 这个清水烫味道分为两个层次 一个是锅底的味道 还有一个是蘸料的味道 今天阿星尝到了锅底的味道 是和大家一样的 但是蘸料的味道调来调去 总感觉没有调到最好的状态 为什么呢 这就是老贵洋人的秘密 蘸料摆在那里 但是每个人调出来的味道 都是不一样的 好 那就这样 忘了说一句 这个生半鸡血 真的不是每个人都能受得了的 哎呀 口味太重了